走在路上 几乎人人一副口罩 但是戴完了 怎么保存 怎么丢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继续也是放着 桌上或口袋之类的 这样子 我都会这样子拿去 然后丢掉 有人的妈妈就是护理师 正确示范如何取下口罩 拉系绳 不要碰触到口罩面都正确 不过丢垃圾桶前 其实还要把口罩 由外层往内反折再丢 除非民众感冒了 两面都有污染源 才不需反折 丢完口罩 也要立刻洗手 我都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 就是脱下来 然后直接丢到垃圾桶 对啊 直接丢垃圾桶 民众都说 有好好丢垃圾桶 但最近不论坐车 进医院都强制戴口罩 却出现乱丢乱象 就曾有医院外 停车场草丛里 到处都是被揉烂的口罩 台北车站清洁员也透露 一天至少扫到几十个 有些人甚至藏在树丛里 尤其口罩沾着口墨 在路上飘啊飘 更添传染风险 环保署硬起来 加重罚则 由原本的1200元 提高到3600元 若累犯还会暗刺 重罚6000元 民众也抨击 乱丢很没功德心 我在路上 有时候在地上会看到口罩 但是我都不知道 那是怎么来的 就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口罩 就是在路上这样 但我们也不会碰它 就路过就算了 对啊 如果在外面的话 这样做会比较 接触感染的机会 口罩是防疫重要工具 却有人戴了口罩乱丢 制造脏乱 甚至沦为防疫破口 真的是粉末导致 我们先来请教敏凤杰 其实台湾人 大部分的人 真的都是非常高素质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比较没有功德心 像这样把用过的口罩 乱丢在草丛 现在环保署要加重开阀 那另外刚才提到 这个指挥中心说 之后搭乘捷运啦 或是公车 这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如果没有戴口罩 也要开阀 对啊 我觉得就说 现在开始疫情进入一个 大概就说 因为欧美持续的紧张 所以大家也提高 要提高警觉啊 那我是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说 因为我们 我们整个国民的卫生习惯 其实一向都还不错 包括乱丢垃圾 这回事在台湾 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因为我们的垃圾桶的 设置量比较少 然后那个 这个如果有垃圾的话 就会带回 都放在口袋 然后就带回家 那为什么不晓得 对于口罩 这件事情 大家好像觉得说 它是好像是一个脏东西这样 然后好像就不要带回家 不要带到这个自己的口袋 或是包包里头 然后导致在随地乱丢 乱丢那个口罩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非常要不得 就是说因为这个如果你在外面的话 其实你应该准备一个垃圾袋 把口罩装进去 然后再拿回家装到自己的垃圾桶 或者如果在外面 那你找不到 你应该是找到垃圾桶 那如果你没有找到垃圾桶 就是像刚才讲的这样处理才对 然后至少先放到你的包包里面 然后等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才丢 那你这样随地丢 我觉得这样子很糟糕 因为我们不能说 它会大到变成一个防疫破口 但是其实是风险性还是有的 因为你上面的病菌数到底多少 都不清楚 然后要帮你打扫或是捡垃圾的人 他又要去触摸这个口罩 那这个东西也无形增加 也是增加这些环保人员的一个负担 那对于环境来讲 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 所以对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对于口罩这件事情 应该比其他的垃圾 都要来得更慎重 更这个紧张才对 那至于这个交通单位 带口罩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必须的 就是说你整个疫情 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那总统前 昨天在巡视的时候 他也第一次戴上口罩了 那所以说今天我看到 有人在这个搭乘搭乘捷 还跟这个管理员吵起来 他就说现在没有硬性规定 我们不要带 你怎么可以强迫我带 那其实那个人就说 如果你没有 我们现在可以现存给你一个 那你马上带起来就好了 其实对你还有对其他人的一个保障 那我觉得就说 我们这次的防疫成功 大家都讲公平素质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这时候的公平素质 就更应该要做更大的发挥 就说你要有利己利人的一个概念存在 那大家就说好 现在你说没有规定 你现在这个所谓的疫情中心已经明确的下了指令了 那你就要非听不可 那其实现在口罩支每个人出门都不可能忘记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要故意去整个扰乱公共秩序的话 整个交通部也会进一步 你演你这个所谓开发的这个规则 跟整个一个运作的程序 所以我觉得奉论大家就说 现在台湾还是守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就说如果说觉得说守得好 就可以任性的话 那这样的成果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巩固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珍惜 我们现在既有的成果 好好的这个东西 另外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女保全事情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那我觉得这个足迹还是要适当的公布 因为我们有公布几次的足迹 那这是如果说 而且他讲他今天的三四七 并不是社区里面的人 是社区外面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在保护隐私性的上面 应该是做一个足迹的公布 那其实前几次公布足迹 并没有引起恐慌 比如说前两天讲那个什么 这个老街的事情 这九份老街的事情 后来也会后来也没有怎样 所以说我觉得疫情中心对于国民的东西 也许也许不要那么没有信心 我们也没有水准到说 这个出现了就好像以前麻风病人一样 这好像把它看得很歧视这样 那只是你这样一个社区的部分 如果它是一个病毒很量 容量很高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就避免再去 因为你现在掉的是过去接触的录影带 那你现在就说你现在传给别人 那这个人又没有336又没有出国史 那应该假设是社区里面传染给他的 所以整个社区里面还是一个危险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度的公布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就是居家检疫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了 那你现在还好 你现在已经公布所谓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在居家检疫的话 它有一个安心检疫的旅馆 还有检疫中心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居家检疫 做得很完全隔离的话 你这人就去住那个旅馆 因为你看这个343就是被丈夫传染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居家检疫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隔离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 就不知觉增加很多确诊人数 这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指挥中心已经公布说 你就要集中安置了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前一阵子这个双北的市长 因为负担太重 一直在诉求的事情 那现在疫情中心做一个重要的回应了 我觉得你们就要 就是要整个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跟决定的 赶快就搬离家里面去住那个旅馆 然后你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家人 不知这一而再再而三而三而三 就永远没完没了 真的防疫就最怕有破壳 我们还请教总理 总理平常也很常搭高铁 从台中来到我们这边来录影 那现在总理怎么看 现在高铁这边大家戴口罩情形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当然大众运输工具包含像高铁 现在几乎我看到了 就是大家都戴口罩了 那当然其实今天这个记者会当然有提到说 像这个防疫的期间的问题 就是说搭乘这个大众运输需要戴口罩 那可能这个罚则上面还是会开罚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像刚刚提到说口罩乱丢的问题 也是罚则 这个现在第一次罚是罚三千 然后累计第二次再犯的时候罚六千 那这个累计的罚包含像环保署 就是其实也有提出他的新闻稿 他提出说这个像这个口罩你乱丢会罚钱 不只是这样他也要求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不只是卫福部而已 包含其实中央各个部会动起来 包含像环保署提出说 如果针对口罩这不只是开罚 他也要求说比如说像刚提到高铁 双铁的问题就火车火车站 或者是捷运站 然后像还有医院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会 大家会看到比较大量要戴口罩的民众 所以像这些场所 他也甚至说要求这些场所 要设置像口罩的回收桶 现在环保署也提出了这样 那环保署也做出了一些数据 到三月底以前 大概有将近四百个回收桶 可是其实以台湾整个这么大 这么多的公共场所 其实他也在呼吁说 其实包含像是可能 现在可能甚至餐厅也需要 甚至有一些公共场所 可能有一些百货公司等等 可能你也要主动来设置这样的一个 口罩的回收桶 让民众 当然我们要一方面要要求民众很自主 要求民众自主的过程 我觉得制度上要有一些配合的措施 这个就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像我觉得说 我们看到说现在开始也有人会提一些什么假讯息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其实要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防疫期间 我们要防的是病毒 没有错 可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 病毒当然会伤害到我们的生活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假讯息也会伤害到我们现在防疫的工作 那会扰乱生活 对啊像前阵子这个就是有网友假冒陈时中部长的公告 我觉得这个很夸张 可是像是不只这件事情 我们再往往前回溯 像之前也有人讲到说 这个比如说赖清德副总统 他的这个假冒 可是这个就是有系统性的 像这个假冒陈时中的公告的网友 他也许就是可能个别网友 可能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 可是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对抗这个病毒 一方面其实在对抗是中国这边的资讯战的病毒 这种中国资讯战的病毒 我觉得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中国自己一方面要引力疫情 可是像我们现在国际上 防疫的成就被国际肯定 这个中国当然看不下去 所以他会千方百计 透过资讯战的模式 然后传递一些这种假消息假谣言的状况 比如说像之前中国也谈说 这种零号病人是从美国来的 这种都是有系统的在散布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当然说 刚刚我谈到是环保署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法务部的问题 所以法务部也要针对像这些移送法办 法务部要主动的来侦查 这些所谓的犯罪的问题 那其实今天也有地方的这个检察官就投书了 地方检察官投书就是说 那个法务部应该要硬起来 因为他们做 法务部是他们的这个主管 那法务部也要在这场防疫工作里面 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帮他提供政府 行政部会必要的法律的咨询 包含在追溯犯罪的过程里面 各地方的检察署的检察官 也有能力可以去主动来担负起 这个防疫的工作 没有错 台湾的防疫真的在国际上备受肯定 那中国当然就非常眼红啦 我们广告之后就要来看 自从蔡总统宣布要捐一千万片口罩 即刻救援之后 今天就连美国的白宫国安会都发文 谢谢台湾 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看 德国之争主播和台湾特派记者连线 讨论台湾日产千万片的口罩产能 已经能开始帮助世界 台湾启动的口罩外交总共一千万片 提供欧洲七百万片 将分给疫情较严重的意大利 西班牙 德法 比利时等九个欧盟会员国 我国友邦一百万片 给美国的两百万片一半交由联邦政府调度 另外一半将分配给各州 对台湾的及时送暖 AIT第一时间用真朋友真进展六个字致谢 美国白宫国安会接力 公开在推特上谢谢台湾 说感谢台湾人民在我们持续对抗 武汉肺炎大流行之际 给予慷慨支持与合作 文莫标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对捐赠口罩 台湾有人持保留态度 也有支持的声音 网络上就有粉丝专页 建议台湾人可以发起个人捐口罩运动 例如个人宣布放弃一个月可买的口罩量 让政府直接拨入境外的捐赠数量 希望口罩4.0版本可以考虑 政委唐凤来留言 收到建议 感谢贡献 毕竟欧美各国对台湾的感谢 一则接一则 让台湾在国际上的声量 短时间冲高 台湾口罩队打国际杯 让过去喊出的 台湾can help口号变成台湾is helping的实际行动 台湾的口罩对疫情很严重的国家 真的就像是及时雨一样 不管我们看到美国 除了美国感谢之外 欧盟也表示感激 不过昆诚议员 现在国民党的立委叶玉兰 他是说小英政府拿人民的口罩 去当外交的凯子 国民党的逻辑就很奇怪 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口罩的日产量 大概没有超过两百万 那时候像马英九 还有一些国民党的一些高官 就是说 或是一些立委就是说 那这时候中国有疫情 赶快要把口罩捐给中国 那不然台湾政府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小气怎么样不顾道意等等之类的 那时候台湾的口罩日产量只有两百万 不到两百万 那现在台湾的口罩日产量 已经有一千三百万 那搞不好到四月底 可以到一千五百万以上 那那时候 这时候我们用这个不到一天的 这个口罩的这个产量 一千万片 我们捐给欧盟 我们捐给美国 那我们捐给这个 我们的邦交国家一千万片 那这时候国民党人挑出来 包含这个叶玉兰 就说这时候为什么捐口罩 难道没有看到大家还在排队吗 所以他们这个逻辑很奇怪 当你口罩就不到两百万的时候 你就说要捐 那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三百万 要看一千五百万的时候 就说不能捐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 整个逻辑都是很奇怪 就是整个是真的 跟着中国在走的 那其实像前两天 小文总统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口罩的这个数量 超过一千三百万了 而且在那之前 其实我们就放宽了这个 还有增加了我们口罩的这个数量 比如我们现在 从四月九号开始 我们就是两个礼拜可以领九片 那小孩子可以领十片 那所以比之前增加了 那也不用说 每个礼拜都要去排队 那也不分这个单号跟双号 所以让民众拿着口罩的数量增加之后 那小恩总统顺势在宣布 因为我们口罩产量已经增加了 现在是除了中国之外 全世界的第二大的口罩的这个生产国了 就是我们了 对就是台湾 那所以说我们行有余力 那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现在这个疫情比较危险的国家 像美国这样欧洲的国家 还有我们一些邦交国都有需要 所以我们就捐一千万片给他们 那因为这个不到一天的产量嘛 那很多世界其他的国家其实也都谢谢台湾嘛 所以这个有网友整理的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就包含很多啦 包含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务院 包含这个国安会 然后包含这个欧盟的这个职委会的主席 然后包含了德国在台协会 荷兰办事处 波兰办事处 法国在台协会 英国在台的办事处 比利时在台办事处 欧盟的代表 还有英国的这一个在台办事处 还有这个欧盟在台的代表 还有布拉格市长 还有这个帛琉的这一个发言等等 都很多啊 真的很多列不完 对 就是网友在一直在整理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 其实就像美国人讲的 这时候你就看出谁是真的朋友 谁是真心这个在帮助他们的 像这个法国这个驻台湾的代表 他就说其实之前在中国疫情 很严重的时候 法国也有捐一些物资给中国 可是呢他们就要求 你来的时候只能晚上来 这个飞机只能晚上来 目的就是不要让大家知道说 你们这些国家在援助中国 那可是现在中国 他现在看起来疫情 好像比较和缓了 然后开始捐 不是捐 就是要大家买物资 不是捐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其他国家有这个需求 跟中国买这些物资 然后这些物资送到 比如说送到法国的时候 他又要求在白天的时候 美光灯新闻都在的时候 送过去了 那法国代表认为说 这就是大外宣嘛 就是中国你明明要我们买 也不是捐 而且要我们买的这些产品 不管是口罩 疫苗或者一些筛剂等等 完全都是数量绝大部分都不合格 那你要我们买 那你又是不是捐 然后这一个品质又这么差 我们花钱买 总是要希望买好一点的品质嘛 结果也没有 但台湾是送 台湾的政府是送 那现在像国民党就是说 他们用一个逻辑 我刚才讲的那个数字逻辑之外 他们就说 你没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吗 可是我想要问 这么多人在排队现象是有了 可是都买得到口罩 不是说你排队买不到口罩 或是说排队你拿不到口罩 没有 现在是都买得到口罩 现在预购几乎都可以 那我刚才看到这个唐凤 他又把这一个口罩 预定的这个制度 又做了一个更新 现在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买口罩 然后去领 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手机 或是在我们家里的电脑操作 他现在是说 你如果是用网路预购的 你到这个四大超商去领的时候 他不是都有那个机台吗 你这个按完你的号码 身份证字号 还有你的序号之后 给你一张白单子 然后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拿去换 拿去领我们的口罩 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再准备你的健保卡 你插进去 那他就问你说 那你下次要不要去预购 那如果说你点同意的话 然后这个也完成了 下次预购这个口罩的这个程序了 就不用说等到说 我这次预购完了 还要等到下个礼拜 因为有些人会忘掉说 这个下个礼拜 到底买口罩是什么时候 隔了好几天了 所以现在呢 唐峰他最新的 我看他脸书 刚刚在分享 就是我们去买口罩的时候 可以顺便预定下一次买口罩 所以都一直在进步嘛 所以其实我们行有余虑 那台湾的民众也买得到口罩 那我们竟然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够帮助其他国家 像美国国务院 他在3月31号 其实跟台湾 他们国务院 还有这个AIT 跟我们的外交部 有一场这个电话的这个会议 那会议中就来讨论说 这个台湾模式的 这个防疫的情况非常的好 那还有提到说一些 像台湾加入WHO的一些 会议上一些讨论 那这也落实了之前 这个美国所签署同意的台北法案 那所以其实这是美国国务院 主动发布的新闻稿 就是说我们在3月31号 跟台北有这么一场 这个电话的一个会议 那如果说台美关系 没有这么好的话 美国不会主动是宣布 那我们也是等到 外交部也是等到说 美国宣布之后 我们外交部才发出新闻稿 就的确有这场会议 那我们也希望说 把这个防疫抗疫的 这个台湾模式 然后这个让世界各国能够知道 不然现在中国都说 这个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你看这个习近平去了武汉之后 武汉的这个所有的病例完全没有了 然后中国开始疫情好像不见了 那开始去做一些大外宣 这样世界各国买了你们的口罩之后 然后再要你们再买 买我们这个中国做的一些 品质不好的口罩 或者是疫苗等等之类的 如果台湾没有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个动作 那其实世界各国好像觉得说 好像只有中国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台湾这些事情做得很好 那国民党那些人 我觉得不用去理他们 我看这个民调大部分人都没有人去赞同 国民党的这些言论就是说 这时候为什么要捐口罩 这时候捐口罩是有必要一些正确的 好 现在在这个时期呢 台湾这样勇敢的挺身而出 我们要请教明贤议员啦 刚才这个昆城议员拿出这张 超过十几个国家的办事处 都发文跟我们说谢谢 那国民党这边是不是很不屑啊 防疫的过程中 其实台湾的表现其实不错啦 国际间其实都肯定嘛 你包括以色列总理 还有纽西兰总理都有肯定过 我觉得这好事情啦 那口罩这是捐赠 我觉得几个不同角度啦 从外交角度我是支持的 因为外交是争取 中华民国最大的利益嘛 那本来台湾包括我们国家 对外的外交本来相对的艰困 我们向WHA扣关难度很高 那参与其他国际组织 你问邦交国剩几个 那这时候当然你说对岸打压是有嘛 那这次对岸大陆他在从事 那个这次的疫情外交的时候 他们要输出他们的防疫的经验啊 可是显然全世界不一定领情啊 而且很多是失败的经验 比如说他们的快筛的成效 有捷克就说你准确率那么差 也有国家认为说你的口罩品质不好 所以台湾这时间 这当然不是说跟大陆做竞争啊 可是至少说我们的口罩 一千万出去的时候 那在外交上 我看媒体是用口罩外交在形容 从国家利益来讲 这部分是有得分的 对台湾的国际的形象是有加分的 这当然是 这从外交的角度没有问题 跟你从国内的角度 当然你说拜队有没有 有点是啊 这几天还是一样有人在排 所以一样有问题 所以政府有 还是要善尽告知的声音说 哦你民众去排队 对你们乡人为国牺牲了 可是你们牺牲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角度啦 我觉得孟臣度 这昆臣你也不要讲说 在业党就是站在大陆的那个角度讲话 这不能这样讲 因为毕竟在业党要反应 基层民众的声音啦 你说你那些选择一定 还是有人在排队啦 不是 我说排队是有 可是最后排队一定是买得到口罩啦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政府有责任告诉说 我们的存量安全存量库存是够的 其实你不要去排队 你的口罩还是买得到 那为什么民众还是选择去排队 这跟有时候跟 卫生纸之乱一样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大家就有个腿穿 人在摆 做在摆 你怎么卫生专呢 都有狗啦 可是有人就会去抢 其实我去观察到 今天天气还不错 昨天是下雨了哦 昨天一早有人撑着闪就去排队 为什么 老想其实口罩是扣用的啊 像我到现在我没有去买过口罩 我没有去排队过啦 那时候为什么他们去排 我观察到还是年龄层偏高啦 是不是有些他们不会用手机 不会预购 所以这种还是某种程度 要去调控人家口罩哦 比如说我故乡在屏东嘛 我问我爸妈他们回去 我在乘家没人在抵口罩啊 药局根本没有人在排队啊 他的量是够的 所以是不是说对于城乡差距 或都会区的口罩要去调控一下 那政府也要把说每天的库存说 我们未来一个月大概我们还有多少片 譬如说像银行在挤兑一样嘛 银行出现挤兑了 银行怎么办 桌上就给你摆一亿在那里啊 大家都安心 钱有高 所以我觉得政府某种程度还是要 让大家安心一下啦 譬如说前几天我就 CDC的讲法就这样 他说让一个人 一天买一片就是足够的 可是怕大家浪费嘛 所以才拟定一个14天 9片的一个成人的方案嘛 就是说如何在大家使用买得够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某种程度资讯透明化是有必要 那第三个我最后要讲 从医疗的角度是这样 捐赠欧美 这有助于外交是需要 可是医疗无辜的界 病毒老实讲从哪里跑出来都有可能啦 所以我觉得说捐赠各国 从外交角度的话有需要 那从医疗角度的话 我觉得捐赠欧美 像我们之前不是要捐防护衣给大陆 也有需要啦 我觉得这个不要分国界 但人家不要耶 对这个就大陆的问题嘛 那是他们拒绝他们心态的问题嘛 比如说捐欧美或捐大陆 当然如果你从医疗无国界 这个是需要 那从外交考量 我觉得当然就是有选择啊 邦交国或欧美 当然是第一优先考量嘛 没有错 其实台湾呢 这一阵子捐了一些防疫的物资 到这个欧洲的第一重灾区 也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国会议员 今天也主动串联自拍影片 来感谢台湾哦 外交部今天也把这段影片上传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意大利的官员 他们怎么说的 到台湾的对练度 总ờ是市集团的 例子和总统的 大陆匀 总统的按照 都没有中间的 首次的对练度 和国际美国人中间的 给这次拍影片的 本节目就想来 在困难的困难对疫苗的疫苗的疫苗 我们看到意大利从官员到这个小朋友都站出来 真诚的感谢台湾愿意这样子奉献 把这么珍贵的防疫物资送到这个意大利 有关于口罩外交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来讨论 好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意大利上上下下都在谢谢台湾 不过美美姐其实除了政府之外 我们台湾人很多真的都很善良 现在民间也都动起来在帮忙 我们看到这位吕若瑟 他是一位在宜兰罗东服务奉献了半个世纪的意大利神父 好 那他看到他的家乡意大利现在疫情这么样的惨重 很多他过去的同学都因为染病而过世 所以他真的是哭喊泪喊说 希望台湾人能够伸出援手 不到三天马上就目到了四五百万 我想有一句话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不管说政府捐赠口罩 或者说有帮 帛琉说全世界都没有回应 只有台湾是真朋友 对 只有台湾愿意帮忙 对 乃至于不是只有政府之间 民间是这样子的善心 其实过去的日本三一福岛灾变 或者是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 台湾人都发挥这个爱心 我想这个就是台湾一个价值 台湾精神的可贵所在 那特别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是能先是看到台湾防疫的成功 包括今天美国媒体又报道说 太厉害了 本来估计台湾是除了中国以外 风险最高的国家 因为几十万人经常性流动 离中国又那么近 那结果我们现在到现在三百多例 整个控制是非常的好 那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前面大家觉得说 我们的经验太棒了 台湾应该进入WHAWHO 分享经验 我们可以拯救更多人 台湾CanHelp 那现在是不只是如此 我们不只是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医疗物资 当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们愿意远助 那台湾人这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那包括在野党批评说 这个是什么凯子外交 那你去看看民调 很多人很赞成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要一点进步的观念好不好 第一个这是个地球村 如果世界都不好 台湾能够独好吗 如果世界的疫情不缓下来的话 台湾能够自己完全是与世隔绝吗 不可能 所以我们帮助别人同时 从医疗流行病学角度讲 我们是在帮助自己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请问一下 意大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当初是欧洲第一个国家 不准台湾进去的 对不对 他把台湾当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对待台湾 他是这样对待台湾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帮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惨 所以你看到他们政府是如此 那尤其意大利这个国家 我还可以告诉各位 他们前经济部长 就是当初一带一路的引进人 他现在他还在帮中国讲话 那现在意大利内部开始有人说 没你没什么出去啦 中国那个疫情这样带过来 没什么都带我出去 那意大利什么时候你可以想到国会议员帮我们发声 小朋友做录影带 然后呢 你再看到这个神父 我们台湾人的爱 那再请问一下 台湾跟捷克也签了医疗资源的合作 这多么的不容易 捷克说台湾是真朋友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支持台湾进入WTO的力道 这一次是最大声的 美国的白宫发文感谢我们 欧盟的主席第一次公开来感谢台湾 有那么多的国家来感谢我们 为什么 台湾展现了我们人道 我们医疗 我们关怀 我们是地球村的良好公民 那么相对应之下 中国在做的一切是 非常自私的 甩锅责任 大外宣 收官要物资 发灾难财 发出去的东西是有瑕疵品 居然外交部发言人可以说 你们当初捐我们的也有瑕疵品 还说人家不会用 又被打脸 各位 这就是中国跟台湾的不同 这就是台湾的价值 台湾的精神所在 所以台湾我们要连结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一次 为什么中国气扑扑 我告诉你 中国越生气就表示台湾真的做得越好 因为你达到他的痛点 他紧张了 他紧张了 台湾的成功 就是他的痛苦 他的失败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 行有余力 我们把这个时间点 我们的医疗 我们能够帮忙的 我们自己口罩已经够了 然后我们发挥 这种地球村的精神 我们把这个时机点 需要的物资 放在这个最重要的刀口上 我坦白讲 这个效益是你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必须要说 这是一个有胆识 有智慧的外交 这也是一个有人道关怀 在医疗的必要上 很好的作为 因为别国好 我们好 大家就好 我们好 别国不好 台湾不可能读好 也很难读好 那大家如果要早点脱口罩 疫情赶快和缓下来 就必须要全世界 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 非常需要的 这些医疗器材 又是好的品质 你宣扬了台湾 你这个时候救急了他们 你不只是长线 人家会支持你 加入卫生组织 我请问你 会不会愿意跟你发展 更多的经贸合作关系 那包括我们的合作里头 也包括疫苗的合作 筛记的合作 各方面的合作 那将来有更长远的关系 这不就是台湾需要的吗 因此我认为 政府做得非常好 那我也希望 在野党的立委们 你们要反应人民的心声 可以 我请你同个标准 就像昆诚所说的 台湾口罩 只有一百多万片的时候 马英九说 我们应该赶快销给中国 你们怎么不出来 为台湾讲一句话 中国怎么欺负我们 打压我们 你们怎么不讲一句话 我们要捐救护衣 给他们的时候 中国退货 你也可以帮台湾说说话 中国军机绕台 还在搞飞机 你们怎么也不讲话 而这个时候 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我们捐助 不管是跟我们有邦交的 或没有邦交的 让全世界一起来合作疫情 让台湾在全世界看得到 让我们的未来 不管加入国际组织 发展经贸关系 各种民间 政府间的关系更好 你为什么看不到 最重要的是 人民不是买的 买不到口罩 我们不是买不到 也许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我们换到的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请大家好好地想想看 我们在关键的时刻 台湾发挥了人道救援 台湾的防疫的成果 真的是全世界都看得到 不过中国除了自私之外 今天居然恐吓印度的媒体 不能够报道 台湾希望加入WHO的新闻 来中国呢 怎么会这样说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印度媒体的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 印度媒体大篇幅地在批评 中国排挤台湾 不过这个总理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恐吓印度媒体 有时候他们一定要遵守 这个一中原则 这个我们看到说中国 现在当然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刚讲说中国还是持续的 他其实就是以意谋同 他说我们以意谋睹 可是我事实上现在 中国无所不用其 包含在这个外交上面 你看现在包含台湾 以口罩来救援各个世界上 各个国家 可是现在你看到说 包含中国他他也出过口罩 可是中国出口口罩 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FDA 他把这个中国口罩 这个KN95 我们是让N95口罩 是标准的这个医疗口罩 这个FDA取消了这个中国的 这个KN95口罩的 这个标准规格 也就是说 其实中国虽然 当然你看到说 他在世界各国 他好像也 比如说这个快筛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层出不穷 他到底这个连半杯都至少都有50% 可是你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快筛的试剂等等 还有包含口罩的 包含被美国取消的这个口罩规格等等 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很多 现在很多国家 对于中国 中国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大外宣 可是大家对中国的信心 现在看起来在这场疫情里面 已经全然消失了 就是说你看到说 不管世界各国 包含捷克也好 意大利也好 现在对于台湾 有非常多感谢 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口罩 刚很多媒体都说口罩外交 我觉得口罩外交实际上 要化为正式的一个外交能量 所谓外交能量 就是我们确实要回到说 现在台湾加入WHO的问题 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这件事情 国际社会又是如何来看待 当然这个很多国际媒体会来报导说 台湾的这个防疫成就 可是他没有办法正式的转为说 这些国家的政府单位 他来支持台湾参与这样的国际组织 我们看到说台北法案 美国通过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当然是要捍卫台湾 目前现有的邦交国 另外同时要鼓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可是这样除了美国以外 我们现在要透过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澳洲 也跟我们有很多的合作 看到比如说这个可能 其他世界的国家 欧盟有跟我们很多的合作了 那这样的合作开始 我觉得其实我们慢慢的 我觉得不是像中国讲说 以疫谋睹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透过这场疫情里面 透过我们的民主人权 人道的外交 让世界各国看到台湾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确实是一个好国好民 那这样的好国好民 我们确实是可以发挥 我们在国际的影响力 然后让世界各国知道说 跟台湾这样的国家搞别 是值得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 现在国际上挺台湾 加入WHO或者是WHA 真的这个力道是前所未见的 尤其我们刚才为大家 揭露了印度媒体这段话 其实印度这个电视台 是由他们执政党的 国会议员经营的 所以他们这么高强度的挺台 真的非常罕见 来相关的议题我们广告一下 待会来请教敏凤姐的分析 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我们看到印度媒体 真的是不顾北京反对 拼命来帮我们台湾说话 这个部分明凤姐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很当然的事情 我也不晓得中国在气什么 而且我觉得在党 有些人批评说 这是送口罩是凯子外交 我觉得一点也不 一千万的口罩多少钱 五千万台币 五千万台币 可能得到这么多国家的 这个关注跟注目 这不是很划算的外交吗 这是超便宜的外交 所以你用钱也买不到 对 所以说我也不晓得 这些人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想 那我觉得这次 中国大陆也没有办法 再讲什么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疫情之前 大家都是看中国脸色 你们经济好 你们整个是世界的工厂 可是这次之后 大家都看穿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 这个虚伪的角色了 因为你们一方面 其实大家都在讲说 为什么现在各国的口罩都欠 都是因为中国在事先就已经 在搜刮了 那其实在12月的时候 有人去北京 其实就有很内部的人说不要再来了 其实去年12月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知道 可能湖北要出事了 所以说这个中国整个在世界上面 很多口罩资源 用医疗资源通通被中国拿去了 那你包括现在这个 包括川普总统叫3M要制造口罩 3M也是没有听话 可是他要不要听话 他也不是能决定的 他的原料跟这个什么 都是在中国控制的 那你中国没有办法出的时候 你怎么强迫这个3M拿回来 美国制造 这有一定的困难度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之后 大家我觉得 我跟很多朋友都在讨论 就整个疫情会改变 未来的世界的运作 就不会再把所有的什么工厂 或是说一些基层的东西 通通留在中国 然后让中国就是为所欲为 然后一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自己控制不好 然后还拿这些物资来恐吓别人 然后现在连报个台湾 台湾的确实很好 你这个所谓的排位线 线上面从第一名往下找 不知道找到哪里才找到台湾 那台湾还不好吗 那这样子就一个事实的报道 难道不行吗 还恐吓人家不要报 对 那你凭什么恐吓人家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你还气到跳脚 然后那露出来的面貌 真是可证 这很吓人 一个外交人员 外交人员对于这个 是代表一个国家 如果你用的口气 是一个非常这个凶暴 很那个粗鲁的口气 去对待国家 对待这个外国人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国家的羞养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偏偏中共 这是出来讲话骂人的 外交部的发言人 都是什么赵立坚 梗爽这些人 都是凶巴巴的要命 那大家各国已经在找不到口罩 那你还要这么凶的骂 骂我们干嘛 其实华春莹本来是 算是比较温和 比较持稳定平稳的人 结果他自己也被迫 要这样子骂人 所以我觉得说 你们中共这样子骂人 这有帮助吗 如果对你们国家有帮助 你会继续骂 事实上根本就是适得其反 所以说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整个口罩 我们口罩捐给他们 有些国家真的离我们很远 很少看到匈牙利 波兰这些 我们平常没有看到他们的讯息 可是他们都在网路上 这样子称赞台湾 然后感谢台湾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要做到一种雪中送炭 那你像中国平常都在做的 可能就是这个什么 井上添花之类的 那真正会感恩的 一定是雪中送炭 像我们对于日本的地震的支援的时候 也是很好的一个模范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一千万的口罩 真的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这种代价真的是太便宜了 所以不要再讲那个 凯子外交或怎样 那你说我们不帮助中国吗 那阵子好像也在讨论说 要不要帮助中国 说我们很小气 我记得好像有谁也是骂过 政府说很小气不帮助他 这事实上有一万套的 防护衣要给你 你不要的 那你送去哪里的国家 我记得那个人四川 一拆开就马上破一个洞 那你这种 那能用吗 对你这种 你这种那种 这种品质 品质大家怎么接受 然后你国家的外交部还骂了说 我们收到的物资也有不好的 那你说大家是要来比说 你送的物资不好是比烂吗 那你中国你就不要 你中国还收钱 然后还要拍 就一些外国对于 中国的这个捐赠物资都觉得很麻烦 因为他一定要大阵仗的媒体都要拍 然后他做一个宣传 所以大家觉得说你这根本不是诚意嘛 你就是为了要你宣传你的国家 这样做下去 中国是没有什么好朋友的啦 来议员怎么看 中国是不是真的气度很少 现在还管到印度媒体去 这也管太宽了吧 就是说如果台湾在这一波 没有像我们捐出一千万个口罩 这件事情来讲 还有其他的疫苗的合作等等 那真的都是让中国在做他的大外宣嘛 就是说他就是说现在开始 要人家买他的口罩 买他的疫苗等等之类的 那好像他可以输出 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这个抗议 好像他变成一个大善人 对那可是因为台湾 这次捐出一千万的口罩 那而且我们在防疫这方面 的确也做得很好 让世界其他国家觉得说 台湾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开透明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就不会隐瞒这些素质 但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一波 这个有关口罩的攻防里面 大家认为说 台湾 can help 而且是进行式台湾 is helping 就是我们正在帮助世界各国 台湾不只是现在 我们刚刚讲过 第二大口罩的出产国 那我们现在的 这一个有关防疫的一些讯息 我们如何做疫调 等等我们都可以提供 给其他国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在中国大家会觉得说 台湾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台湾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这样台湾是对于世界有贡献的 我们做得好也不行 那当然中国对他来讲 他觉得说台湾只要做得好 那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否定 因为之前只有台湾只有中国 能够讲这些事情 可是因为台湾做得太好了 让中国他必须用他的这个 外交部的这个 比我们更好 他又做不到 他宣传是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实际上还没办法做得好 光是他这个有关 这个疫情隐匿这部分的话 到现在还在隐匿嘛 因为问世界各国 有谁会相信说 中国现在的这个疫情 是这样子的 问他像这个什么疫情 整个已经和缓了 然后确诊的数字这么少 而且昨天河南好像又有县市 又二度封锁了 本来说武汉四月八号解封 现在也没有了 不知道还可不可行 中国是一个极度不透明的国家 所以从现在开始 之前像川普在讲说 我要把这个工厂 拉回到美国做 那其他国家像欧盟 也觉得说 给中国做 降低成本也不错 可是现在大家觉得 光是从口罩这件事情 口罩这件事情 那之前这个都是中国在生产的 那如果说 现在你把所有的 这个生命的命脉都完全被中国所掌握的话 光是口罩这件事情 大家就开始会想了 这个东西不能完全都给中国 所以这个要把一些生产线拉回来 川普之前在做了 那现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开始在自觉 就是说那除了口罩之外 其他很多关系到这个国家的一些 这个生产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也要拉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做 所以这场战役 之后大家会去想 这个以前中国是怎么去对待 美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这些国家也会开始反思 中国对他们掌握了泰国的这些经济命脉